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3月13号上午闭幕 目前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政协大会的开幕会 闭幕会和三次大会发言将向中外记者开放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是全国两会期间一条重要的新闻热线 随着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拉开帷幕 2017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也将于今天下午正式开启 据两会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 今年的部长通道得到了国务院各部门积极响应 到场部长有望增加 将成为发布权威信息 解读报告政策 介绍工作情况 解答热点难点的重要场所 昨天下午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 在记者问答环节 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对经济增长 香港特首选举 医疗卫生改革等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 对于经济增长这个必答题 王国庆用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 对外界所谓的中国经济悲观论做出了回应 我国2016年GDP总量突破了7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比上年增长了6.7% 增速又重返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 另外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2016年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已经达到了33.2% 王国庆进一步表示 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 新的一年中国经济仍将是世界经济最强劲的发动机 王国庆同时强调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不会放缓 而是将会走得更加稳健 所以我们强调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 不敢作为 而是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还要有所进取 以进来触稳 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在回答关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提问时 王国庆表示 希望选举能够依法有序顺利的进行 香港的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 将在二十多天以后吧 3月26号是吧 要再举行 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啊 这个选举能够依法 有序顺利的进行 当然我们也相信香港一定能选出一位 爱国爱港 中央信任 有管制能力 还有港人拥护的 这个行政长官的人选 我跟 跟你一样 我们翘首盼望 关于南海问题 王国庆再次重申 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在自己的国土上建一些设施 部署一些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 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权利 至于说到威胁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 那么中国有一句老话呀 说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其实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南海沿岸国 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重视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 所以各别域外国家炒作中国航行 中国威胁航行自由的说法 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伪命题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 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王国庆表示 领导干部要扩清边界 构建一种清清新型的政商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的 要构建一种清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清第一个清清静 第二个清清楚清白 所以清清这个二字 我们理解精辟深刻 它是因为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扩清边界干净干净办事做事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也为我们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指明了方向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明白了 他们也相信了 企业成功靠什么 靠市场靠科技靠创新靠管理 靠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而不是靠什么关系 靠劣币驱逐良币 针对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 关于深化医疗改革举措的提问 王国庆表示 今后医改的方向将是把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我们想请问发言人 今年我们在对进一步深化新感方面 会有哪些重点工作 期待落实和推进 去年国家出台了健康2030规划纲药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药 提出了健康优先的原则 也就是说把卫生与健康服务 由治病为中心 向健康为中心转变 也就是说把维护全民健康的关口前移 所以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减少疾病发生 强化要早诊断 早治疗早康复 实行全民健康 我以为这是 也是为有效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划出了一封治本的路线图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